香港喜剧电影《开心鬼》系列 相信爱看港产电影的小伙伴 一定都不会觉得陌生 这个系列的电影 由香港知名男星黄柏明打造 同时黄柏明凭借这个系列的电影 也成功捧红了李立真 袁杰英等人可以说相当成功 最近恰逢《开心鬼》系列电影首播40周年 黄柏明也是特意举办了一场纪念会 邀请了不少圈内人士参与 从网上曝光的照片中可以看到 除了曾经参与过《开心鬼》系列的李立真 袁杰英 傅明线等人 还有TVB男星杨明和女友庄思明 以及庄思明 叶子梅 观宝会等人 都有到现场 作为《开心鬼》系列的灵魂人物之一的 香港知名女星短发女神袁杰英的露面 又再度引发了热议 据在场的传媒爆料 袁杰英和好友李立真拒绝了传媒的采访 只是让传媒拍了几张照片 随后便离开了采访区 不同于依旧活跃在娱乐圈的李立真 袁杰英已经淡出荧幕好多年的时间 这几年又变得比较低调 最近这几年 她公开露面 几乎都是出现在博乐黄百名的聚会上 外界对于她的近况都不算特别了解 此次现身 袁杰英打扮极为低调 只见她头戴一顶红色棒球帽 脸上戴着框架眼镜 穿着朴素的白色衬衫 一条浅色牛仔裤 整个人打扮非常简单和秀线 另外袁杰英也没有化浓妆 可能只是浅浅地涂了一点打底液 相比起一旁的李立真 就要精致不少 低调的打扮并非网友传媒热议的焦点 而大家关注的焦点都在于 袁杰英真的真的太瘦了 毫不夸张地说 袁杰英现在的体重估计还不到80斤 整个人受到双甲凹陷 感觉风一吹就能倒下 其实在去年袁杰英现身 黄百名组织的聚会时 就有传媒发现袁杰英受到有点可怕 时隔大半年的时间 袁杰英再度现身 感觉比当时还要瘦了不少 用网友的话来说就是 已经瘦到脱下 瘦到认不出 甚至是瘦到不好看的程度了 有网友就在猜测 袁杰英看着太瘦了 脸上也没有太多的血色 还在质疑她是不是患了什么大病 对于外界的各种猜测 质疑声音 袁杰英没有任何回应 这次难得出现在公开场合 也直接拒绝采访 看来势必是要将低调进行到底 袁杰英虽说有一定知名度 但始终差点运气 没有像李立真那样大红大紫 袁杰英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 香港的一户普通人家 是家里的独生女 爸妈都是普通的打工人 因为工作的原因 经常不着家 更顾不上袁杰英 恰逢当时香港风起了一股蛊惑仔 袁杰英也学到了很多不良嗜好 年纪轻轻就抽烟喝酒 甚至还谈起了恋爱 但一年他才15岁 这一天 袁杰英和男朋友 因为琐事在街头吵了起来 甚至还动起了手 因为争吵声很大 周围的群众都围过来看热闹 其中就有甚为电影导演的黄百明 当时的香港电影市场 被蛊惑在 武打 喜剧等类型的电影所垄断 各大电视台都推出了不少作品 但时间久了 观众就出现了审美疲劳 票房一天不如一天 作为导演的黄百明看着惨淡的市场 想要跳出当下的电影类型 把目光锁定在了逐渐崛起的少男少女们的身上 想要打造属于他们的青年电影 于是黄百明精心准备了一个剧本开心鬼放暑假 并进入了抽拍阶段 但女主角的人选迟迟没有定论 因为电影的女主角设定为十七八岁的中学少女 身上有着独特的单纯和天然 许多女明星称不起这个设定 所以黄百明才到街头散步 寻找灵感 也正是这一次 黄百明注意到了袁杰莹一头短发 一身背带裤 长相甜美而稚嫩 这完全就是黄百明心中的最佳女主角 凭借着甜美的长相和讨喜的人生 袁杰莹一炮而红 成为各大电视台争抢的香薄薄 而长道甜透的黄百明 自然不会放弃这份流量 再一次向袁杰莹发出邀请 并召集袁班人马 连续拍了几部开心鬼系列电影 让袁杰莹大红大字成为国民偶像 此后 出道集巅峰的袁杰莹又出演了《飞跃灵阳》 并和黎兹同台标戏 让黎兹的星光都暗淡了不少 成名之后的袁杰莹 走到哪都能引起轰动 就连学校里到处都是找她合影的同学 因为拍戏太忙 袁杰莹几乎无暇顾及学业 最后只好选择了退学 退学后 袁杰莹更加专注地投入到了演艺事业 并参演了《笑傲江湖》 被观众称为最美兰凤凰 而事业上风生水起的袁杰莹 在感情上却屡次碰壁 这也直接导致了她被血藏 出名之后的袁杰莹 在TVB的盛情邀请下加入进来 而她和TVB一样 并不满足于演戏 想和大多数明星一样 实现影视歌多元发展 在接受了大量的专业培训后 袁杰莹推掉了不少影视剧的邀请 开始专心准备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发行自己的唱片 在这个过程中 袁杰莹认识了歌坛著名的作曲 任徐日琴 她为张学友、张国荣、谭永林等人 制作了不少曲目和专辑 是香港乐坛的顶级人物 与徐日琴合作的过程中 两个人因为音乐的共同话题 彼此逐渐熟络起来 最终走到了一起 献煞不少人 但因为不是音乐专业出身 袁杰莹的唱歌功底并不牢靠 这导致她的第一张专辑 最终要者未能发行 得知这一消息的媒体 纷纷嘲笑袁杰莹 指责她和徐日琴走到一起 多少有点高攀 不过是爱慕虚荣的人 这让一向要强的袁杰莹大为生气 架上两个人出了音乐 生活里的话题基本上聊不到一起 袁杰莹就选择了分手 不久 重回单身的袁杰莹 再次投入到了演艺事业当中 连续出演陆顶记 《风之刀》等作品 又在烈火狂奔中 与郭富城擦出了爱的火花 在剧中 袁杰莹和郭富城饰演一对情侣 两个人因戏生情 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并在电视剧杀青之后 就在镜头前公布了两人的关系 但这样的坦诚 却得罪了一大票 任郭富城的粉丝 在粉丝们看来 郭富城是享誉亚洲的四大天王之一 而袁杰莹则是一个刚出道的女明星 两个人根本不在一个量级 在事业面前 袁杰莹的出现 只会影响郭富城的演艺生涯 玷污偶像的纯洁 于是 粉丝们纷纷请愿 希望两人分手 有极端的粉丝 更是搞到了袁杰莹的地址 并寄出了一封血书 还包含了一把刀和一只老鼠 这让袁杰莹大受打击 而郭富城在事业和爱情之间 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最终袁杰莹的第二段恋情 宣告失败 没了爱情的袁杰莹认为是自己的实力不够 于是更加专心地搞钱 这时 香港的一位富豪看中了袁杰莹 开始了疯狂的追求 这个人就是刘鸾雄 作为香港的顶级富豪 刘鸾雄曾经追求了不少女明星 得到之后就又抛弃 这让她有了一个女星聚击手的称号 有了多次追求女明星的经验 刘鸾雄靠着送房送车送珠宝 很快就得到了袁杰莹的放心 袁杰莹更是为她放弃演戏 转新家庭 以为能把刘鸾雄的心始终留在自己身上 但袁杰莹还是高估了自己 刘鸾雄很快就迷上了其他女明星 并向袁杰莹提出了分手 给了她一大笔钱财和房产 这让袁杰莹觉得自己遭到了羞辱 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甚至患上了厌食症 直到一个女人的出现 拉了她一把 2005年袁杰莹在一次聚会上认识了软家新 两个人相谈甚欢 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而软家新也并非简单的女性 她是香港名院 却总是喜欢一身男性化的装扮 并且只对女性感兴趣 袁杰莹并不在乎 在经历了多次感情失利后 袁杰莹对男人已经失去了期待 自己所要的就是一个依靠 因此 袁杰莹很快就和软家新走到了一起 两个人被彼此所吸引 一起度过了将近七年的时光 直到软家新有了新欢 两个人才走到了尽头 在一次遭受打击的袁杰莹 彻底对感情失去了期望 决心投入到演艺事业当中 但此时的袁杰莹已经四十多岁了 早已没有了甜美的容颜 显有剧组向她发出邀请 一次偶然的机会 袁杰莹认识了曾志伟 在对方的邀请下 与开心鬼的部分人马 一起拍摄了一部电视剧女人俱乐部 但互联网是没有记忆的 这样一部靠情怀而来的电视剧 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共鸣 这电视剧惨遭滑铁炉 也让袁杰莹再次受到了打击 从此之后 袁杰莹选择了吸引 决定过平凡人的生活 可没有伴侣 没有孩子 让袁杰莹常常刚到空虚和孤独 内心的苦楚无处安放 渐渐的 袁杰莹开始到寺庙或佛堂里祈福 变成了一名佛教徒 她经常跟好友一起到寺庙参加聚会 不善言辞的她 总是喜欢坐在无人关注的角落 很少上去发言 显得格外孤独 如今的袁杰莹 已经步入五十岁的人生阶段 至今仍是一个人生活 没有爱人 膝下无子 注定要一个人了却此生 从默默无闻的问题少女 到大红大紫的国民女神 再到回归平凡 渺然一身的袁杰莹 遭遇了太多的大起大落 但出娱乐圈的这些年 袁杰莹的状态并没有特别好 现在她真的太过于销售了 应该好好增点肥了 时至今日 她依旧对外表示是单身 不知道这位曾经的短发女神 何时才能找到自己的真爱呢 本来说了 感谢观看